文不敬和尚俗话说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,其实作为男朋友第一次见准岳父的时候也是超级紧张的,相信有不少的男同胞在第一次去见岳父的时候都紧张得不得了,其实男明星在第一次去见岳父的时候也是如此,说不定比,你当时的场面还要尴尬了? 不信的话就和小编来看一看吧,Top8贾买亮曾经的贾买亮和李小璐也是一对让人非常羡慕的明星夫妻,夫妻边的感情很好,而且两个人还有一个哭抱甜心,直到现在小编还记得甜心的那句经典名言,我们白着呢? 虽然现在对于两个人感情方面的负面消息还屡有发生,但是当初贾买亮对于李小璐的感情还是非常真挚的,在贾买亮第一次登门拜访李小璐的父母的时候就在酒席上喝醉了,最后还很伤感的哭了起来,酒后也难免会说一些大实话,虽然有些失态, 但是正是因为贾买亮的这些酒后真言,李小璐的妈妈才答应将女儿嫁给她,Top7刘凯威刘凯威和杨幂之间的感情,一直都被受大家的关注,或者说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一段感情一直都不看好,甚至还一直有两人欢便的消息传来,但是事实证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比较稳定的, 不仅生下了宝贝女儿,还会常常在一起秀恩爱,刘凯威在第一次见岳父之前就打听好了岳父的爱好,上来就和岳父一起斗地主,最后输给了岳父一百多万,虽然这一百多,万事是一个名头,最后也没给,但是正是这样才体现出,那刘凯威的高情商,才能获得岳父的喜欢,Top6里程虽然里程结婚的事情还没有落实, 但是里程早就见过准岳父很多次了,大家在节目里看见的里程大多是一副老实的样子,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靠谱,但是没想到在里程第一次聚集女朋友的父亲的时候,竟然大胆了一次,当时的里程带了几瓶好酒,打算和对方来个一醉方休,但是里程完全不是对手,在准岳父还没有喝尽兴的时候自己就先倒下了, 最后只能在家里住下,不知道醒酒之后的里程,会不会觉得肝胖呢,Top5无惊无惊因为他是战狼迅速火了起来,近期还有战狼要重新上映的传言,虽然无惊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,但是这也刚好证明了无惊的实力,无惊去见岳父的时候也是相当的耿直了,直接带着两瓶二锅头就去了, 当谢南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发现,无惊已经和自己的老爸和道乐要称兄道弟的地步,而谢南的母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,真是让谢南一个头两个大哑,Top4邓超邓超最近因为在电影中,要同时试验两个角色,而且身形差异巨大, 所以给自己来了个疯狂的增肥和减肥,虽然将角色饰演得非常的成功,但是身体却留下了非常严重的问题,连孙力都表示大家,千万不要向邓超学习,和吴京的好酒量不同,邓超弟,一次去见岳父的时候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,孙力的妈妈知道邓超喜欢喝点红酒,就提前准备了三瓶,然后邓超就被灌醉了, 想想也是非常的心酸呀,Top3杜江在还没有遇见岳父之前,杜江幻想过很多种,遇见岳父的场景,但是他肯定没有想到现实会是那一样的尴尬,当时杜江在家里睡到中午,而霍思燕已经出门了,杜江洗完澡之后围着玉京就下了楼,没想到霍思燕的爸爸就坐在楼下,杜江当时真的是学话在楼梯口了, 弄了好一会之后又回到房间,穿好衣服,下楼之后没有说几句话,就完成了和岳父的首次见面,这样的惊喜对于岳父来说,还真是艳象深刻啊, Top2陈小春陈小春和英彩儿的感情向大家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,最幸福的生活也不过是,你在闹他再小罢了,陈小春和英彩儿的年龄差距很大,所以在第一次去拜见岳父,的时候就被拒之门外,当时陈小春叫岳父叔叔,没想到英彩儿的父亲当时就打断了他,并且说我只不过才比你大六岁,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,Top1周立波去见准岳父的场景,真的没有比周立波还要尴尬的了,周立波第一次去拜见岳父的时候,因为对方不同意两个人的婚事,周立波竟然和岳父发生了冲突,并且还大大出手,闹到了要去医院的地步,看来武力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呀, 看了这么多明星去见,准岳父时候的场景,你有没有觉得一点熟悉呢,曾经的你闹出过什么乌龙呢?